Hello大家好 我是大方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你现在在用的电脑 是不是已经升级到了 windows11的操作系统 如果没有 你是否正在犹豫 是不是该升级 那我们知道 windows11的发布时间 大致是在2021年的10月份 现在算下来 也差不多快要有一年的时间了 但是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 很多人都还在使用windows10 甚至是windows7的操作系统 那么今天我给了大家8个 你必须升级到windows11的理由 我想大家 犹豫是不是要升级到windows 主要是有几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有可能是你的硬件的问题 导致你正在犹豫 在微软官方的网站上 我们看到安装windows11的 最低的系统要求 特别是TPM 就是信赖平台的模组 它的版本是要2.0 如果你没有这个版本 甚至是如果达不到2.0的话 有可能是无法进行安装的 尽管我们有影片介绍过 如何绕过TPM 来安装最新的 windows11的操作系统 但是如果你的硬件 实在是太老旧了 我还是不建议安装最新的 windows11的操作系统 有可能让你在使用操作系统上面 并不会带来更好的使用上的体验 但如果你是买了个新的PC电脑 或者说你的电脑 是最近几年才购买的 我还是强烈建议你升级到 最新的windows11的操作系统 影片下方有个人block的连接地址 你可以看到大方手把手教学 如何安装全新的 或者是升级最新的 windows11的操作系统系列的教学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些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 非常感谢你给我一个赞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后最新内容插件而过了 第一个我们要升级到 windows11的理由是 它有比之前的操作系统 更优质的使用界面 不知道你对之前的 windows版本的界面是怎么样评价的 对我来说是有些稍显的沉闷了 相对于Mac电脑来说 它的配色 它的配图 少了一些精致的感觉 作为7年来 第一次大版本的更新的 windows11系统带来了 全新设计的操作界面 圆滑的窗角 紧凑的任务栏 和平板模式下面 对触控的支持 都更加的赏心悦目了 当然还有全新的声音系统 第二个理由 新版的内置的应用程序 windows11的内置的应用程序 相比windows10来说 是有比较大的改进的 新版的内置的媒体播放器 在音频和视频的支持上 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支持流媒体的UIL 支持所有标准音频的文件格式 包括无损的FLAC 和OGG的Verb等开源的格式 播放5.1和7.1的环绕声 也不在话下 视频方面 它支持55种视频的格式 和编码器 包括MKV和OGV等开源的格式 甚至可以直接播放 拍摄的8K的视频文件 而windows10的内置的播放器 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第三个 最新的windows11的操作系统 可以运行Android的app windows11另一个很大的更新 早在正式版系统推出之前 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这个功能还是有不少限制的 首先它只能通过 Amazon的Apple Store 来加载安装应用程序 比如说安卓原生的 Google Play这些 应用程序的商店 目前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也就是说你需要一个亚马逊的账户 并且目前支持的应用程序 非常有限 对我来说 最有用的是一个Phone Link的功能 可以在电脑上查看 和运行手机上的应用程序 第四个 游戏和显示性能提升 windows11可以通过 windows游戏栏打开 或关闭HDR功能 不像以往要进设置里面开关 因为很多情况下 我们只会在玩大型游戏的时候 才会去开HDR 然后在最新的Directory功能 它可以让游戏直接的 加载到显存当中 绕过CPU 以加快游戏的加载时间 第五个 小组件的功能 windows已经有一个不错的 新闻和兴趣的面板 但是windows11的小布件 是完全可以定制的 并且在之后的更新当中 可以支持到第三方的 应用程序的小部件 目前的这些小的组件 还是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像新闻 天气 体育 交通 家庭安全 股票价格 outlook日历 待办事项 和OneDrive照片 包括它的新闻题 可以按照主题和来源 来进行自定义 第六个 它有更好的截图的功能 windows11的截图功能 整合了老版本的截图的功能 和部分图片的编辑功能 带来了更强大的 内置的截图工具 通过wind键 加shift 加s 就可以打开了 可以选择使用矩形的框选 手动的框选 窗口 和全屏的截图 释放光标之后 右下角会有一条通知显示 截图的梭略图 点击这个小图 就可以打开截图的工具界面 最后就可以使用钢笔 或者荧光笔来标记截图 或者对它进行裁剪 如果设备支持的话 也可以用手指 在窗屋屏上进行绘制 非常的方便 第七 它有更好的多显示器的支持 Win11的外接显示器的体验就更好了 系统现在会记住 已经连接的显示器上的窗口的位置 并在断开连接的时候 将它最小化 而不是在比较小的界面上面 非常混乱的排列应用程序的窗口 多桌面的功能 能够使每一个桌面上 使用不同的壁纸 以及重新设计的桌面的切换界面 第八个是更有逻辑的多窗口的模式 Win11多了一个叫做 Snap Layout的功能 排列多窗口更加便捷 这应该算是Win11 最大的和最实用的更新之一了 将鼠标悬停在程序窗口的 最大化的图标上面 就能够激活这个功能 显示出可以使用的排列选项 不过部分程序还不支持这个功能 出现的选项 也和显示器的尺寸有关系 如果将鼠标停在你想要的布局上面 会高亮显示蓝色 点击你希望当前窗口所在位置的图标 屏幕上会排列出完整的布局 当前的窗口会出现在你点选的这个位置 其他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 会依次的排列 你也可以在单个任务栏的图标当中 保存一组习惯的应用程序的布局 供以后来使用 关于安全方面 根据微软的说法 Windows11的安全核心 对恶意软件的感染的防御能力 提高了两倍 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升级Windows11当中 它对一些老的设备做出了限制 尽管这样提高了安全性 但是这也让很多老的设备 无法非常方便的更新到 最新的Windows11的操作系统 任何新事物的出现 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像区块链比特币 10年前如果我充分了解它了 那我的人生 可能会跟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在我40岁的时候 才意识到这一点 我开始创建YouTube频道 深入的学习了解区块链比特币 驾驶饱受争议的特斯拉 不断的接受挑战 接受新事物 改变原有的生活态度 当然你会习惯你的习惯 但是一旦你做出改变 你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可能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这个外子 比特币的强迫 比特币的强迫 他直视着一个场合 他直视着一个场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